鸡山河巍巍 浙江水桑桑 路由用一首鸡山行赞颂了自己山水秀里文化悠久的故乡绍兴 表达了他对乡土的热爱与自豪 千百年的繁荣不仅让这里人节地灵 文昌武圣 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深懂得了味道这两个字的含义 如今的绍兴 古老而年轻 相比于其他的江南水香 绍兴更多了些书卷器和黄酒香 恰恰是这些书卷器成就了大文豪笔下的传世佳作 也因为那些黄酒香造就了无数的经典味道 一碗传承千年的黄酒究竟能见任出怎样的极致美味 就是酱油和黄酒的那个颜色 那个细的那个香味 特别浓 一谈不起眼的酒糟 又如何演绎八十载的家传手艺 运气挺好 一抓又大了鸡腿 鸡腿那酒是淡淡地散发出来的 一条小小的猪尾巴为何能成为绍兴杂肉必不可少的配料 二十载说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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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成这样了 你看 所有的汤汁都已经凝结成洞了 阿巴塞 好吃 水命绍兴 风雅秀丽 味道带您一起探测 绍兴的经典滋味 黄九对于绍兴人来说 更像是醋对于山西人 或者辣椒之余四川人 你走在绍兴的街头巷尾 其实你会非常深切地感受到 黄九对于绍兴人 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黄九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 是起源于华夏大地的中国味道 与啤酒 葡萄酒 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 中国人就独创了酒区富士发酵法 开始大量酿制黄九 经过几千年的演化 黄九在全国各地 已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 在绍兴 黄九也被称为老九 这种古老工艺沉酿出的酒香 依然时时刻刻滋润着绍兴人的生活 每天清晨 你都能看到有老人家 在路边支起一个简单的小灶头 炒上一盘酱香十足的小菜 再喝上一碗沉酿的老花雕 这新的一天才算真正开始 通过一碗琥珀色的黄九 就足以看到绍兴人醇厚骨 且甜静安逸的生活 随着时代的发展 如今的绍兴和很多历史名城一样 古老的元素都隐藏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背后 而在绍兴现代的生活中 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味道 不仅有香味浓郁的黄九 还有由黄九而演变出来的家常美味 还是很多绍兴人无法割舍的家乡味道 陈红从小在绍兴长大 如今虽已定居海外 但每年夏天都要回家探亲 除了亲情之外 最让他眷恋的还有外婆的手艺 对 要母的 然后小的那种 一两半到二两这样 现在肚子黄 然后挑这儿比较厚 厚一点 因为高会比较多 高会比较多 对 不然的话太瘦也不行 这属于大闸蟹吗 对 应该是江苏那边叫正宗的大闸蟹 但这边叫浮蟹 平时吃黄蟹不应该那种 越大越好 不 一样越小清蒸的那种 大的好 但做醉蟹的话就不能太大 因为它入不了味 对 挑小的 对 要挑小的 这个爪子硬一点 硬一点 硬一点 对 比较活一点 那个吧 寿兴菜讲究鲜甜清爽 淡水中的螃蟹鱼虾 自然是经常要吃的 而且鱼米之香的人们 吃和鲜必须吃活的 这种韧性 也是源于江南一带的丰富物产 活蹦乱跳的鱼虾 热情爽朗的摊主 顺勾起很多儿时的记忆 他说要用母的那种 要母的那种 做这下一定要用 不能用这种大脚的 大脚的不行 对 大脚它是弓的 对 只要母的 对 只要母的 在这种那种 母的它一坠的时候 它不是这下最好 不是用叠子叠住的 把叠子一下开来 结尾都飞出来了 这个叫满天飞 满天飞 他说你盖子一开 它那个蟹会蹦出来 然后又满天飞 它不会死啊 不会死的 咕咕最好 还死不了 你吃到嘴巴里太会蹦 这个叫满天飞的 平时自己吃醉虾吗 是的 所以不吃我怎么叫得起来 对 是的 不吃我怎么知道 谢谢啊 听陈宏说 在他儿时记忆中 最鲜美的味道 就是外婆做的遭碎菜了 今天购买这些食材 也是要拜托外婆 帮自己一解相仇 奶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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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宏的外婆已是冒蝶之年 但老人依然有着年轻人一样的爽朗和热情 我们的螃蟹挑的合格吗 合格 太合格了 太合格了 哎呀 作为老一辈的绍兴人 陈宏的外婆做遭碎菜做了一辈子 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手艺 也是老人家和外孙女之间的一条 由家乡味道编制出的纽带 糟和醉 最早是由酿酒工艺衍生出来的食材处理方法 如今已经是绍兴菜的标志性味道 我们绍兴一般吃就两种醉的 一般是醉虾醉蟹 这两种比较常见 都是和鲜嘛 对 而且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一般几分钟就可以了 几分钟就可以了 对 因为就要把它醉晕了 对 我看都不用进厨房了 在客厅就可以把它做了 是吧 对 是 先把酱汁调好了以后 加那个葱啊 姜啊 末 把它先调汁啊 对 先调汁 因为不然等会儿 你那个时间来不及 然后第二就是要醉它了 直接就醉了 对 这么简单 你看 就满天飞了 对 已经开始飞了 好了 然后盖上 这个马上盖了 对 盖上不然都跳 打开了还是会蹦的 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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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虾在江浙一带 常被作为下韭菜 讲究的就是一个仙字 黄韭菜其中 一方面让虾蟹失去活性 另一方面也起到杀菌的作用 活虾肉质鲜嫩 所以浸泡时间不宜过长 十分钟左右是最合适的 趁着这个时间 外婆开始制作醉蟹 和醉虾相比 醉蟹的做法完全不同 看下黄 来看一下黄 对 挺多的 拿来挤一下 这个脏的 拿来这个脏这脏的 不是脏的吗 脏的一下出来 对 再放进去 对 还有这么一步啊 你小心点 我试一下 小心 小心被抓的 你从旁边口 虾虾你摘得多的话 夏天不吃 坏的冰箱里的 小心 抓不到 来 你从整个宝饼刻 对 好 开了 对 然后你拿 从上面挤 出来 出来 有经验了 有经验了 这样都不出来了 对 结果也少放点好了 因为他多 有的时候不喜欢吃嘛 结果米它总也不好 这样又放下 很健功夫 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有些人就觉得 太 太 那个酒味太重了 所以我知道这是你的口味呗 是吧 对 醉 其实就是酒渍 因为在几千年前 黄酒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在江浙一带 自古就有利用酒渍 来保存食物的传统 清洗干净以后 用黄酒浸泡 不仅杀灭了细菌 还给虾蟹 带来了独特的鲜爽口味 于是这酒自发 也就逐渐演变成一种 特有的做菜方法 少星人对黄酒的喜爱 在餐桌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是醉虾和醉屑 鲜嫩的菱角 也会被少星人拿来醉 制作虽然极其简单 但却是一道酒香扑鼻 清新爽口的家常小菜 说到黄酒露菜 除了醉的做法之外 酒糟也是少星人喜爱的配料 尽管糟和醉属于同一种原理 但方法和口感却截然不同 我特别好奇 这个酒糟这个东西 这可难弄了 对吧 因为一般的话 你店里也没得买 哪都没得买 我感觉以前都是自己家酿酒 然后留了点酒糟 对啊 所以我是托人 从酒厂里面买来的 这个鸡就已经是煮了 对 白斩鸡 就是白斩鸡嘛 对吧 对 白斩鸡 可以 花椒和盐混在一起 轻轻地擦一下 这么烦 对 擦一下 这个特别像那个 酱鸭之前的那个做法 我们少星有个花椒鸭 对对对 花椒鸭 对 就是那个 是这样 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 少星人在处理秦类时 特别喜欢用花椒来腌制 少星的花椒鸭和酱鸭 都是把花椒作为 涂抹鸭肉的主要调料 不过和喜欢麻辣味的 四川人 重庆人不同 少星人并不追求 花椒的麻香 用花椒和盐腌制 主要是为了保鲜 将准备糟制的鸡肉 这样处理 也能在糟的过程中 加入适量的咸味和清香 这里边已经有了 对 铺了一层了 对 得先铺一层 手感凉凉的 对 你闻一下 醉了 酒香 这个不是特别特别浓吗 对 这个就把鸡直接放到这里边 那可不行 要纱布 先铺一层纱布 好 还不能直接接触 对 然后再一块砍瓶 可以放进去 放在中心 不能叠起来 不能叠起来 对 得放平 虽然热爱酒香 但少星人在味道的调配上 却也张弛有度 将酒糟和鸡肉用纱布隔离 一方面可以防止酒味太过浓烈 另一方面也避免鸡肉 沾上多余的酒糟碎渣 影响口感 经过一周的封存 酒香和肉香 也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做好了是吧 对 这是我们的存货 存货 这个让我自己来 自己挑一块 这要小心一点是吧 不能让那个 对 对 对 尽量不要喷刀 这块 运气挺好 一抓就到了鸡腿 鸡腿 先盖好 对 迫不及待 力道十足 奶奶我觉得可以了 我可以吃了 这个带去给你吃 对 我教的就是这块 真的特别好吃 对 很入味是吧 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吃鸡肉的人 然后这个鸡肉是 我就擦了那个盐 花椒盐 然后那个味道完全渗到鸡肉里 然后尽量是有那个酒的那个香味 对 它和我之前吃到的那个醉脊还不一样 那酒是淡淡的散发出来的 好吃 就像酿造酱油和黄酒一样 遭醉菜的关键依然是时间 不同的菜肴放置的时间都不相同 醉虾基本上是利等可取 浸泡十分钟就可以享用 而醉蟹要泡上一周 等待蟹黄和蟹肉慢慢入味 已经好了 好香啊 闻闻 闻闻 闲鲜的一个味道 对 很闲鲜 对 这要切吗 对 切一下吃比较方便 哇 去把这个打起来 里边这个黄的颜色都变了是吧 对 它就淹进去以后 它本来是透明的话 你看就变成黑黑的膏 就是酱油和黄酒的那个颜色 对 对 缩下这个黄 嗯 然后记得把这个塞给去掉 它这个醉蟹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 它的调味料的感觉就是特别浓 对对对 然后那个蟹的那个香味 不像是存了一个礼拜的螃蟹 是 嗯 怎么样怎么样 蟹了 蟹 每一种风味的形成都是环境与人共同成全的结果 而绍兴的遭罪菜肴正因为有像阿婆一样的人坚守 才得以将这种老味道世代传承经久不衰 让后辈的年轻人也能通过这种味道找回属于自己的故乡记忆 嗯 嗯